通過多篇文章 回顧一下中國如何抗疫 作者是三大洲社會研究所研究員 東星媒體的機構聯合創始人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是讀澤或是讀迪 我暫時讀迪先讀迪廷坤 他就說我全程見證了中國的抗疫 西方媒體不應該肆意抹黑 應該和不應該是兩回事 繼續肆意抹黑 我們都沒什麼辦法 他就說他在巴西 在2023年回到中國 3月21日 然後在3月28日 中國就開始要集中隔離措施 所以基本上他可以說 差一點點 全程觀察到中國的抗疫情況 他就是在上海 那時他去了上海 那時他就回顧了 那時他就回顧了 去3年之後 今天就已經去到2023年1月 我今天這裏是12天 他又8天開放了邊境 取消了入境人員強制隔離和核酬檢測 亦都將新冠病毒的抗控級別 從月內夾管下調到月內月管 終止了一個疫情的階段 但大家記住 疫情抗疫仍未結束 這一場在全世界 奪去了668萬個生命 令到6.5億人感染的疫情之中 他在新眼見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偉大抗疫歷程 相信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 一定再入視察 影響亦都會在持續今後被人研究 但我們要記住 抗疫仍未結束 西方媒體一直以來都在指責中國的每一步 每一個措施 每一個步驟 由開始嚴苛清零政策 到北京東澳時所謂荒謬的安保措施 放鬆管控之後的惡夢等等 總之中國做的事全部都是差的 不過事實上是剛剛相反 我讀下去會知道了 作者說中國的抗疫可以回到三個主要階段 在他回到中國之後 這個說回到2020年 我們知道這個疫情其實是在2019年12月28日 在武漢中西醫結合醫院 呼吸和重危症的醫學科主任 張繼仙 博士醫生 這位是女士來的 張繼仙 他發現有一對發燒咳嗽的年長夫妻 症狀和流感很相似 但是就可以排除了不是甲營月營的流感 亦都不是支援體、醫元體等等 找完之後他立即判斷 這是有一個新的病毒出來 之後他就叫和這兩個老年夫婦同住的 成年女兒子 再檢測 發現有同樣的症狀 於是 通知醫院三天之後 省級主管部門和中國疾控中心 陸續收到警示 這是2019年12月26日 所以很多時西方猛說 郭文亮醫生 郭文亮醫生本身 他也收到了這個知識 他應該不要傳播出去 公眾的情況之下 傳播出去 而真真正正正發現 這個病毒的醫生 就是張繼仙醫生 千萬不要搞錯了 10月26日 發現了 終於都要調查 你不可以說 我發現了 就 搞到全世界都是 這個絕對不負責任 現在世界上各種各樣的病 你可以說 所以有些時間調查是很合理的 三天之後 醫院已經升級到省部 和中國的疾控中心 這個已經非常非常快 去到31日 26日加3日 29日 去到31日已經兩天之後 已經通報世衛組織 去到1月1日 當日 中國的疾控中心官員 正在在優價的美國疾控中心主任 通通打電話 告訴他 我們發現嚴重情況 我想沒事快得過這樣吧 真是沒事快得過這樣 等等等等 當然大家都全部是未知的 所以一大堆未知數 但是已經將已知的東西 中國已經完全公開 去到1月23日 擁有1,150萬人口的武漢市 終於實施嚴格管控 全國4萬1千名醫護人員 我們叫做逆行者 遲緩武漢 在這個階段 第一重要任務是甚麼 救命 和研究這個 是甚麼病毒 研究是甚麼病毒 第一階段結束呢 在4月8日 在武漢 長達76日 史無前例的封城之後 解除封城 對整個國家來說 這次是 侵襲了大量苦致 和傷感的事 為了揭制這個前所未有的致命病毒 中國 動員了全國的人力 和物力 當時 在武漢 死了幾千人 非常之悲痛 苦結 但是我們知道 在這之後 中國在接下來的 兩年多 死亡人數 是個位數字 中國真是了不起 成功控制了武漢疫情之後 2020年的剩餘時間 和2021年中 中國實行了 清零政策 主要的特點是全面採取 措施 發現 檢測 隔離 救治 感染者 自從武漢疫情之後 中國大陸在這段期間 只是有五例死亡病例 五例一隻手 數了 一隻手數了 而且成功地 控制了 Delta 這個變株毒株 這個Delta很厲害 同一時間 到了2021年底 全球報告的死亡人數已經攀升到 540多萬人 感染者數以億計 西方媒體當然說中國失敗 這方面 但是 自從疫情爆發之來 中國人的人均 如其壽命 實際上 在2019年 77.3歲 上升到 78.2歲 亦是歷史上首次出入美國 但同一時間 美國的人均 如其壽命 是從78.8歲 下降到76.4歲 換句話說 如果不是因為美國人均壽命下跌的話 我們需要一點時間才追得到 但偏偏 美國的人均壽命下跌了 所以我們提早超越美國 雖然中國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說很先進 但要記住 中國仍然是一個 發展中國家 在1949年的時候 中國是全球最窮國家的第11名 即是如果算有錢 尾11 當時的 平均壽命 只有36歲 只有36歲 而當時美國已經有68歲 換句話說 在80年間 中國人的平均壽命 增長了一倍多 美國人的平均壽命 只是增長了 8歲 當然 去到尾 大家 去到人的預期壽命 再增長 很難很難 我們 絕對同意 但是美國可以由78.8歲 跌回到76.4歲 其實 可以反映到 美國方面的 健康政策 大有問題 但偏偏 他走得知知點點 說中國 美國 美國 美國已經有110萬人死於新冠病毒 如果以每100萬人計算 中國的834倍 不是810倍 是834倍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差異 所以 無論如何 當美國人說中國抗疫有問題 我們可以用數字來刮他兩巴 中國的抗疫 實實際 救了很多 百萬人的生命 最少 四百多萬人的生命 而在抗疫方面 到了2020年12月 一年時間 第一個疫苗 就是國藥新冠疫苗 亦都推出了 但很可惜 西方的 組織 世衛組織 當他接受西方提出的疫苗時 他一點都沒有慢 一聲就審批了出去 但對於審批中國的疫苗 就拖了 半年 去到2021年5月7日 先被世衛組織批准 成為緊急使用疫苗 到今天為止 西方仍然說他們的疫苗比中國 但是 大家不要忘記 西方疫苗 有非常大的副作用 現在已經越來越清楚 如果大家都注射三劑的話 防疫能力 大家相同 但是 mRNA 是有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 它那個 勾形的蛋白 而這個蛋白 會造成我們身體的 免疫系統的問題 去到2021年10月 去送達全球各地的37億劑疫苗之中 中國疫苗的數量佔了將近一半 此後中國批准了8種不同的疫苗 另外35種亦處於臨床的試驗階段 中國為面向南方國家高布修 新冠疫苗全球分配計劃上 貢獻了3.28億劑 認捐超過1億美元 亦提議將新冠疫苗作為 全球公共產品 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反應 第2階段 第3階段 在2021年8月 到2022年10月 去到2021年8月 因為 傳染極強的 毒株Delta 所以要採取動態清零 意圖 權衡 健康經濟社會要求等等 疫情對經濟社會散生 人民日常生活影響減到最低為止 在第3階段 中國繼續本注科學精神 進行了疫情防控方面的探索 全員檢測的效率 不斷提高 記得在廣州 廣州市民1800萬人 三日時間全部檢測完畢 而用的方法就是 10個樣本共用一個檢測 10個樣本合用一本 將成本說到 人均是三個半人民幣 三個半人民幣 但無論如何 這對全中國人民提供的疫苗 檢疫 其實做了115億人次 耗費大約是3000億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 為救人民 真是不惜 本錢 救得一個得一個 核酸檢測 免費做 亦都開通了全國的數字通行碼 又分開綠碼、紅碼、黃碼 有很多不同的管制等等 開始到第三階段 中國的GDP 繼續增長 比起 美國高四倍 比歐盟高五倍 很多時候 西方人說 中國影響經濟 影響經濟是他們的政策 他們的政策 很明顯 比起中國經濟 根本 差太遠 中國經濟 繼續 增長 而2022年 我相信 美國經濟 如果有增長 都是一個非常小的數字 當然中國經濟增長 亦達不到預期 但是我相信 2023年 中國經濟 就會強力反彈 但是 世界經濟 2023年 都是非常樂觀 目前來說 而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 疫情導致短板 使得醫療系統不堪重負 因此 中國政府在這三年 亦都盡量保留 主要的增加 重症 監護病房 ICU ICU本來在2019年 中國的 每10萬居民 只有3.6張床位 10萬居民3.6張床位 是美國的34.7 大約十分一 去到2019年 中國的藍燒床位 在2019年12月的57,000多張 去到2022年12月的138,000多張 增加了兩倍四 增加了兩倍四 同時 有病床沒有用的 一定要有醫生護士 醫生增加三分一 護士增加一倍多 換句話說 床位多了 但是醫護人員 要去到高峰期 就辛苦很多了 因為我們人員追不上床位的增加 希望中國醫生護士的 教育繼續發力 追到人民的需要 2022年1月15日 中國首次 出現本地傳播的 Omicron 4月18日 首次 報告 3例的 2022年 對不起 2022年 是2022年的頭 現在我們說2023年 突然搞錯了 然後上海交爆發了一大堆 因此就發現另一個問題 打疫苗不夠 中國的全人類比例是87 其實高的 你記住在西方很多人不肯打疫苗 所以他們說什麼都是假的 他們實際的數字沒有中國那麼高 而最可惜在老年人之中 64 加強周值38 中國認識了這一堆脆弱人群之後 就開始發力 去到2022年11月 30天 80歲以上的接近率 76.6 是最少一針 65.8是兩針 40是最少三針 追到上去 但我們記住 老年人不可能達到年輕人那麼多 因為老年人有很多其他因素 是沒有辦法 可以這樣打 而中國的疫苗的有效保障率 和西方的 差不多一致 因為我們仍然知道這個病毒是可以 脫出 跳來保護 而西方現在的疫苗保護率 大約是30% 所以這個就很麻煩 因為疫苗變化太快 這個疫苗變化 在11天 中國發佈20條新規例 開始放鬆清零政策 大量減少入境行班強制隔離的時間等等 開始慢慢進去越淚越種 越淚越級 轉於這個制度 到了12月26日 宣佈在我們今年2023年1月8日開始 將它降為越淚越管 原因很多 包括三個主要原因 就是Omicron的毒性 低於Delta 大部份已經接種疫苗 而且國家的衛生健康系統 亦都準備得更加充分 當然 突然說 自然有一陣的疫情爆發 我們都看到 在西方很多人說 中國你不行 根據越來的訪要求 出了新的條例 這裏說十二條 我們一路跟大家讀 說的是新的十條 但我相信內容差不多 都很快跟大家讀一次 增加接種率 為病人準備的藥物和測試 增加ICU床位 停止全員的核酸檢測 按病情輕重 分流治療 改進健康調查 優化數據 包括65歲的人群的接種狀況 管控好脫陽群的有關機構 養老院 醫院 學校之類 加強農村地區和高風險 患者的防控 加強疫情的監控對應和控制 強調個人 防污宣傳 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負責人的原則 保障防疫訊息獲得的教育 和教育 和優化國際人員的交流 正如預期 當你一放寬的話 相應的感染人數和相關死亡人數 必然有所增加 未無可避 但我們已經去到一個 可以接受的情況 2022年12月21日 美國七天的滾動死亡率 仍然高達437人 換句話說 每100萬人有1.29人 而日本更厲害 每100萬人有2人 新西蘭每100萬人有0.85人 比起中國來說 中國真是多了很多 中國真是做得好事 以一個擁有14億人 人口大國 中國現在就算沒有其他事 每天死2萬多人 人多 你的年紀老 自然的死亡 對於突然的 所謂 突出的 即是 Excess death 中國不多 不重要 而在 降級管理 是非常複雜 醫護人員自然辛苦 醫院的滿庫 滿庫載運行 衣物 藥物告急 加上冬季 應該本來也有 搞到絕上加冰 但現在我們看到 大部分的大城市 疫情已經過去了 大部分的城市已經過去了 所以現在剩下來 就應該 中國可以回復正常 藥品供應等等 現在我們已經 中國已經有免費派發的 布洛芬 或者對那些 突然間抬高價錢的藥品供應商 罰款等等 亦都開放了准用 西方的 抗毒的藥材等等 所以我覺得 終於來說 我們終於搞定了 這裡就是海南省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 比較 我不知道是前還是後 大部分人遇到有問題的話 就是居家休息 搞定 70% 七成人 居家搞 要職員就醫 一成左右 10%左右 去約普買藥 14-11%左右 繼續上班 仍然有4% 其他4% 線上就醫 2% 線上就醫仍然偏少 但是 換句話說 對中國來說 這個疫情 傷害能力已經大大 減少了 而中國的習慣中心 繼續做各種各樣的調查 發覺現在中國流行的 就是BA5 5.2 和BA5.7 和外面流行的 XBB XBB1 XBB1.5 是兩回事 中國仍然 在行 今年年頭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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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是 那個病毒的 遲了兩三代 而在 廣州那邊 發現 96個 傳染者 都是BA 0.5 0.2 中國是流行的 症狀較輕 已經不像Delta 那類的嚴重 所以 相信來說 今次 中國 度過這一次 可以說 要多謝中國政府 要多謝 中國人民的 互相合作 到底 我們都是 一個東方的社會 一個瑜伽的地方 我們對於 生命 是 第一位 所以 期望 接下來 中國的 經濟 可以繼續 好轉 疫情 亦得到控制之下 人民的健康 和生命 不會有太大影響